上一集我們說了龐娟既然盜冷 設計陷害自己的師兄孫殯 將孫殯弄成人人豬不豬 剛巧有一天 齊國派史節出史魏國 正式的歌舞就看完了 飲宴又全部結束 K又唱了 沒什麼地方可以消遣 龐娟又想起這個保留項目 去珠蘭看看吧 有你們齊國同胞在 和豬玩滷地沙 來來來 快點過來參觀 齊國史節就去了 你想想 珠蘭的味道很難聞的 大家都掩著鼻子 正在看的時候 齊國史節就覺得很好奇 因為他覺得孫殯的眼神 不像是傻佬 龐娟自得意滿 看不出來 為什麼孫殯的眼神 不像傻佬呢 因為孫殯 在豬欄裏頭 蹲了久了 已經習慣了 但是 不斷有人來參觀 說的都是各種口音的語言 現在他一聽就聽出了齊國的口音 山東話和河南話是不同的 所以他一聽就聽出來了 來的是一個齊國人 自己也是齊國人 難免看多幾眼 怎知這樣一看 就被人看了出來 幸好被人看了出來 這個齊國的史節 做得史節 都是一些聰明人來的 冰雪聰明 兩個人眼望眼 不斷互相對望 齊國史節一望就明白了 根本就不需要開口 靠眼神來交流 齊國史節就明白了 這個不是傻佬來的 這個是高人來的 所以齊國史節 就假借上前探問 問這個人 為何那麼慘 讓我來看看 向前一探身 嘴裡頭說了一個字 夜 夜晚的夜 孫殯一聽 一看頭 OK 明白了 於是連夜 齊國史節就帶著人來豬欄 將孫殯抬上車 快馬加鞭直奔齊國 一開始 孫殯就脫離了虎口 回到自己故鄉齊國 旁捐知道孫殯逃走了 派人去追 但已經來不及了 為了這樣一個人 和齊國反面斷交 甚至動刀兵 很不值得 再加上 他也認為孫殯已經傻了 失心瘋 又沒有了膝頭哥 他可以搞得起幾大風浪 就沒有當一回事 一來 孫殯又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家鄉 投靠去了齊國大夫田記的門下 做門客 因為他身有殘疾 是盈餘之人 所以就沒辦法立即見到齊王 但是天長日久 時間一長 機會就來了 那是甚麼機會呢 原來 齊國 每年都會舉行一次賽馬大會 賽馬就不是只是給賽 有獎金 輸贏在千金之間 齊王也會參加賽馬 底下那些大臣當然也會參加 這個時候 孫殯又問田記 大夫你跟齊王賽馬 有甚麼比賽規則 田記就說 我們賽馬是這樣的 好馬跟好馬比 中馬跟中馬比 那些劣馬就跟劣馬比 孫殯就說 嗯 等 大夫 你想不想贏呢 我和你 出個主意 甚麼主意呢 你是拿你的下等馬 去對國軍的上等馬 田記一聽就笑了 呵呵 你又說要我贏 我的上等馬 都跑不過大王的上等馬 你還要我拿下等馬 去跟他的上等馬來跑 是你有病呢 還是我瘋了線呀 還是我們兩個都有問題呀 孫殯就說 你儘管照我的說話去做 我今天 爆補你贏 而且大王 還會對你刮目相看 假冠盡著呀 田記一聽 就順利說一次啦 派出自己下等馬 去對齊王的上等馬 結果當然是紅毛懸念 就好像是德國隊對中國隊那樣 想贏多少就贏多少 毫無懸念大獲全勝 第二局怎麼辦呢 第二局呢 就拿自己的上等馬 去對大王的中等馬 田記肯定贏啦 也是毫無懸念就贏了 下一局 就拿中等馬去對大王的下等馬 三盤兩勝 贏了 齊王看到這個比賽結果 就覺得很詫異 其實呢 第一局的時候他就已經覺得很詫異了 就算你要輸給寡人呀 故意讓我 也不用做到那麼出面呀 就算你要輸呀 也要輸得似模似樣才行呀 輸到離天格障遠呀 這樣比賽呀 那就沒有人呀 就好像捉圍棋 都沒有捉 就說我輸了 不捉了不捉了 那就算怎樣呢 於是就把田記叫你 外兄呀 你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呀 田記就把事情的經過說了一次 田記說 我有個門客 是位高人來的 叫做孫稟 是他給我出的主意 他叫我如此如此 這般這般 那我就贏了 齊王一聽就非常高興 你快點把孫先生請來 田記就說 不行呀大王 孫先生是走不了的呀 因什麼解救呀 他被人挖了膝蓋 那抬他過來呀 把孫稟抬過來見齊王 經過一番對談 原來孫稟是齊國的子民 又蒙受了不白之冤 齊王就說 孫先生放心 寡人一定幫你報仇 你就安心在我們齊國駐下來 你這麼有本事 寡人要重用你呀 那麼 我封你為政將 就由你統帥齊國的軍隊 孫稟一聽 差點就哭出來 自己連膝蓋都沒有了 路又不能走 齊王要封自己為政將 這麼重用自己 感動得不得了 但是孫稟就說 我實在做不到的 我一個盈餘之人 假如在朝堂之上做官 會被列國恥笑的 大王也是不好啦 齊王就說 嗯 那怎麼算好呢 那 一於就封你做軍師 你在幕後撥一下把線 幫你出主意 那 帳上這些粗重的功夫 就不用你做了 有愛事接待活動的時候 你回避一下就可以了 孫稟 就被封為軍師 就開始在齊國的政治舞台上 站老頭角 很快的機會就到了 因為魏國強大 專門欺凌若少 特別是在旁捐的率領底下 本來就強勁的魏武卒 再加上能征慣戰的旁捐 所以魏國四面出擊 這個時候 魏國早已將魏文侯時代定下來的方針 亡得一乾二正 魏文侯時代的方針就是三進團結 一致對外 但是這個時候 魏國專門找趙寒兩國的麻煩 有一次 魏國又去找趙國的麻煩 魏國的大軍 由旁捐率領 冰封直指寒丹 眼看著寒丹城 就要被攻破了 趙國百般無奈 立刻向齊國求援 說 看在唇亡齒寒的份上 如果趙國一玩完 東方大國齊國就沒有了屏障 你們也一定會玩完 魏國下一步 一定會收拾你們 你必須要出兵來救我的 在齊國的朝堂之上 齊國的軍臣展開了亭議 到底是救 還是不救呢 最後大家 就達成了一致的意見 還是要救的 於是 就以田記為將 孫殯為軍師 率領大軍 去救趙國 齊國的幾萬大軍就出發了 出發的時候 田記就向孫殯請教說 先生 現在趙國的都城 寒丹危在丹直 就快被破了 我們應該快馬加鞭 去寒丹救趙國 以解趙國的燃眉之急 不是就來不及了 不知道先生 以為如何 和呢 孫殯聽完之後是連連搖頭 魏武俊無敵於天下 怎麼說都是強兵勁女 我們千里迢迢 走去跟人決戰 人家在寒丹城下以日代路 我們這樣做 無疑是飛鵝撲火 必敗無疑 天記一想 有道理 按照先生之見 該當如何呢 你覺得我們應該怎麼用兵呢 孫殯就說 繼我說 現在我們不如趁魏都大梁空虛 術棍直倒大梁 他不是要佔領寒丹嗎 我們一於就佔領他的大梁 連他的老巢都炒了 雙方最多就交換場地 這樣一來的話 寒丹之衛就可以解了 田記一聽 聰明呀實在高 就依先生之見 於是率領大軍 直撲毅刀大梁而去 果然 齊國一出兵去大梁 魏國就緊張了 魏王立刻寫信給龐娟 將軍 寒丹不要先打 寒丹其實這個時候 都已經快被攻破了 將軍不要先打 我們魏國的刀城都快被攻破了 寡人不可以遷刀去那個地方 快些班師過來 解大梁之衛 寒丹不要住了不要住了 龐娟真的激死來了 眼睛大功告成了嘛 破召在職 誰那麼活該呢 他就不知道是孫殯出的主意來的 啊 齊國這麼壞 鬥督將軍 搞到自己功敗垂成 龐娟急急忙忙 率領著部隊日行百里 後隊改前隊 去解大梁之衛 實際上 田記孫殯派出的部隊去偷襲大梁的 只不過是一支騙師 並不是主力軍 來的 這支部隊呢 大張旗鼓 大造星勢 恨不得一個人舉兩支火把 早上一個人舉兩支大旗 背部還插一支 三支旗 所以看上去浩浩蕩蕩 似乎是一支大軍 其實這個呢 只不過是 移兵之計 嚇鬼魏國 目的就是要魏軍快些班師 田記和孫殯率領的幾萬精銳 在龐娟班師的必經之地 桂嶺設下埋伏 所以龐娟到桂嶺正中齊軍埋伏 一場激戰下來 魏軍大敗 當年吾起所創的魏武卒是損失慘重 龐娟和魏國的公侯大將 幾乎全軍覆沒 狼狼地逃回魏都大兩 這一仗 就是中國歷史上很出名的一個經典戰禮 就是維魏救召 其實這種戰術在先秦時代 一直都有 楚國進國 在春秋時期都用過 只不過沒有人將它總結出來 所以就成為了孫殯的代表作 其實以前都有的 並不是孫殯憑空想出來的 那麼魏國雖然經此一戰大敗 但是畢竟魏國也是強國 強勝了三代 所以這一仗雖然喪失了幾萬精銳 但是國力 並沒有根本性的損傷 最多只不過是皮外傷 那麼貴寧之戰之後 魏國又拉著12個諸侯惠蒙 掩然有當年春秋500的架勢 那麼這場仗等於只是打痛了他 沒有打殘 更加沒有打死他 但是他沒有吸取教訓 龐娟更加沒有吸取教訓 龐娟覺得 只不過是自己一時大意 被齊國的小人得志 打了自己一個措手不及的意思 有本事下一次我們倆就堂堂正正 兵對兵 仗對仗 槍對槍 再來一場 讓你知道一下你龐爺的利害才行 那麼機會很快就來了 趙國就被打到伏了 三進裡頭還有一個韓國的嗎 所以魏國呢 準備下一步 又去找韓國來開刀 在桂寧之戰之後的十幾年 龐娟呢 又教唆魏王去打韓國 韓國在戰國七雄當中 角力是最弱的 就算在三進裡頭 他也排不上號 所以很快韓國 都城就被圍了 淪陷在職 韓國呢 又派遣使者向各國求援 到處去求救 那時候 求誰最頂用呢 當然是求齊國最頂用 上次你救了趙國 這次是沒理由不救我們韓國的 大家都是三進出來的 齊國使者 就來到齊國求救 齊國的軍臣 又展開了庭議 又是一場激烈的爭論 到底是救 還是不救呢 有些大臣主張呢 我們做什麼呢 我們齊軍又不是志願軍 哪個出事都找我們 我們看看那些什麼呢 自身的選號 誰報銷 這樣做不行的 那些大臣主張就不夠了 田記沉默不語 沒有出聲 齊王問孫殯的意思 那麼軍事你看 我們到底應不應該救呢 孫殯就說 大王 非救不可 如果不救 韓國一旦滅亡 那麼魏國的下一步 就要吞併趙國 吞併趙國之後 必然會對我們齊國不利 一定要救的 齊王一聽 嗯 正合寡人心意 還是你們兩兄弟 你和田記帶兵去救韓國 兩個人就領兵出發 這個時候 田記都學了很多 經常跟著孫殯 那麼多年來 以餘木掩 都學正了 他就問孫殯 軍事 我們這次怎麼做呢 是不是又是直賭大糧 孫殯就說 沒錯 醒目 沒有白教你 跟我拎了那麼多年 我們沒有必要去韓國的 韓國那麼遠 我們就直賓大糧 於是齊君 又直撲大糧而來 魏王一看 哎呀又來 你換個新花臣行不行呀 又來 我一出兵你又來 那麼黑人憎 但是這個時候 就已經不可以再等了 齊國的大軍已經到了大糧城 所以魏王立刻寫信給旁娟 旁娟 你快點回來呀又出事呀 齊國的人又來了又要來打我呀 旁娟真是恨到咬牙切齒 旁娟這次帶兵呢 是跟魏國太子兩個人 一起帶兵出去的 妹妹立刻就對太子說 殿下 不行了 齊國又來了 韓國我們先不要打著 先把這傢伙滅了 經常跟我們搗亂 我們滅了他之後 再拿其餘兩盡開刀 所以魏國大軍 就班師去跟齊軍決戰 那麼這陣時決戰的戰場 就要設在魏國的境內 在魏國境內即是等於魏國的軍隊 在本土作戰 按照軍事的術語來說 就叫做內線作戰 佔盡天時地利人和 因為是保家衛國之戰 所以魏軍 就磨拳擦掌 而且前兩次都是功拜遂誠 皆恩都是齊國插著腳進來 如果不是 早就滅了趙寒 滅了之後我們人人都會有風上的 結果每次都打到一半吃白果 要班師回救 所以這次魏軍 人人都抱定必死之心 要跟齊國死過 那麼魏軍一說要拼命 你也知道發難閘那些是很難對付的 所以孫殯就對田記說 我們就不需要跟他死定 沒有這樣的必要 殺敵一萬自損八千 這件事我們不做 我們要保存自己 而消滅敵人 怎樣 魏軍是氣勢洶洶而來 他是想找我們決戰 所以我們 絕對不可以讓他牽著臂來走 決戰是可以決戰 但是地點 要由我們來作主 想在哪裏打就在哪裏打 而且魏軍那麼急於決戰 上下一定有一股驕氣 我們要令他膨脹膨脹再膨脹 他一膨脹就容易爆 到時候 我們再跟他決戰 田記對孫殯 當然是延聽計從啦 你說打我們就打 一於是這樣的 現在齊軍的軍隊有多少人呢 有七萬人 五號 埋鑊煮飯 七萬人的糟頭埋下去 早上大家吃完飯吃飽之後 就弄爛了兩萬個 第二天 埋鑊頭埋五萬個 每個鑊裏頭蒸多點飯 第三天就埋三萬 齊軍一路撤退 魏軍緊追不捨 非要把齊軍一股兼兵不可 旁捐都很細心 所道之處 第一 所謂的糟頭有七萬個 那就是有七萬大軍 第二天就剩下五萬 第三天就剩下三萬 我不過疑 聽到我旁將軍的威名 嚇到你這群小子 望風鼠喘 哼 這個病壞 都沒什麼這麼厲害的 沒了膝頭哥 我看你還聰明什麼 看看他帶那些兵 第一天就走兩萬 再過兩天 十天的人影都沒有了 還用我打嗎 一約將他攀出國境 就了事 抓他回到朱欄 再羞辱他一番也好 馬上就快馬加鞭追了 追著齊國大軍 這個時候 就來到馬寧這個地方 馬寧 就是山谷來的 兩座山夾著一個谷 用兵的絕地 兩邊高山上邊 孫殯祖埋伏定一萬功佬手 中國古代打仗最有力的武器 就算是功佬 一萬個功佬手 強功敬佬 早埋伏好了 接著 他對那些功佬手說 耶馬克 只要看到山下起火 就和萬佬齊發 射完再說其他東西 接著又將一棵大樹的樹皮剝了一輪 上面刻著 龐鑽死此樹下六個大字 因為其他地方都是很刻的 就得一棵樹是白的 刻了大字 用墨塗上去 龐鑽死此樹下 龐鑽率領魏軍 氣沖沖地撞入齊軍的包圍圈 追著追著 齊軍全都不見了 護凳黑火伸手不見五子 只見到前面黑麵 有樣東西 就白癩了 也不知道是什麼 龐鑽就說過去看看 布下 布下就說 啟稟將軍 樹上哪有字 是嗎 拿給我看看 舉起火把一招 發現六個大字 龐鑽死此樹下 旁邊人大喊一聲 死火中計 這個時候 再踩色的火已經來不及了 山上早就看到信號 軍師組就對他們說 只要看到山下起火 萬佬齊發 你想想 齊軍居高臨下 又是強攻勁佬 這一輪亂戰齊發 射到魏軍真是抱頭鼠喘 然後魏軍伏兵四起 大斬大殺魏軍一輪 人人都恨爹娘小生兩隻腳 可以跑的就跑 跑不到就成為了刀下之鬼了 連龐鑽也伸中掃戰 眼看就跑不掉了 大喊一聲就說 我當年一念之仁 真是應該殺了這傢伙 結果我沒有殺他 一念之仁錯過了機會 自使這個病夫成名 然後 拔劍自問 連魏國的太子 都被齊國俘虜了 當然在那個時候 這些高級將領 被俘虜也是很正常的 打完仗之後很快就雙方釋放戰夫交換回國 那時候殺人治的事 還是很少發生的 魏國 經過了桂陵和馬陵兩場戰役 真是元氣大傷 再也沒有行 不行了 魏國的霸業 成為了明日黃花 被他壓了八十多年的秦國 這個時候就開始崛起了 那麼秦國 又是怎樣崛起的呢 我們就留下一集 先說吧 resource 尬 輕人 B